东森新人王比赛已经精彩落幕了 来自旧青山的新疆选手阿尔法 他获得了本年度新人王冠军 而至于洛杉矶的莉莉安 还有纽约的高文多 则是分获得第二名还有第三名 现场的六位评审 看到所有选手他们的精彩表现 也鼓励说要加强歌唱技巧 还要来坚持梦想 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今年好精彩 很细分 很痛苦 评审们喊出精彩又痛苦的比赛 原来是选手们实力不相上下 每个人表现都太完美 很难随便淘汰任何一位 这让评委在抉择的时候 实在是难上加难 而看到选手们从海选以来 长足地进步 每个评审都一口同声地 给出大大的赞 我没有想到今天的表演里头 每一个人几乎把自己都改造了一番 这是最让我惊喜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看到他们这样 今年每一个选手的实力 其实评论上讲都很强 而且他们越来越进步 是他们整个的表演 从服装 发型到歌曲的 就很一致性 在这么短短几天之内 能够把一首新歌练成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他们 所有的光彩跟荣耀应该给选手 他们真的是很努力 面对今年的东森新人王冠军阿尔法 一直以来都风格独特 唱功实力雄好 因此决赛的合唱抛给他一个大难题 就是要和沈湘又演又唱一首 难度极高的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可决赛的优异表现 让评审深深被蛰伏 他今天唱了一首英文歌 可能没有很多人知道 但这首歌是非常难唱的 他在那么短的时间 又把全部的歌词背起来 这首歌又很高 所以其实他辨识度是很高的 他的舞台表演也加分 因为他本身大概不会跳舞 但他几个pose摆得很到位 他在整个的参赛过程当中 每一场他不断地突破 我跟他讲说 你以前的演唱习性要把它打破 再重来 他真的有听到 但是而且他的音乐底子很深厚 音乐类型它有很多元 而到了决赛最后30秒钟 即兴表演阶段 阿尔法与其他选手不同 特别选择以打鼓的方式展现才艺 这一下帮他锦上添花 除了你的歌艺好 你的舞台动作漂亮之外呢 我们觉得有特色是很重要 而且才艺更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名选的阿尔法本身 你要到最后他有托克勤的表演 打了那段鼓 我想是给他加分加蛮多的 我希望可以大家 我们都知道你唱歌唱得怎么样 准备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翻跟斗啦 跳舞啦 什么的 我觉得是会给我们耳目一心的感觉 2016年东升新玩的冠军是 阿尔法 恭喜 阿尔法当之无愧成为冠军 而所有评委都在连连赞许的同时 也孜孜不倦地 给予每位选手忠告以及建议 我觉得要去进修是很重要 所以在vocal方面 还有舞蹈方面 我觉得他们还要再去多上一些课 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 因为坚持跟态度有关 如果他愿意坚持 他就会寻找自己哪里是不足的 然后加强自己的 2016年东森新人王就此搞一段落 有欢笑 有泪水 更能看到所有选手追求梦想的勇气 在祝福他们成功圆梦的同时 也希望观众继续支持 东森新人王比赛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才有选手们实现梦想的舞台 东森新人王为关蒙斯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